我国不断加大反毒的力度从不手软 但副首相兼内政部部长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今天在马来西亚防止滥用毒品协会的常年大会上透露 在全国所有囚犯之中 58%都和毒品案有关 而去年的吸毒案例多达3800多宗 比2015年增加了14% 新饮君子的人数也增加到将近23000人 不过反毒失败的并不只是我国 阿莫扎西指出 除了联合国 东盟的反毒努力也失败了 所以反毒工作预阻是全球各地的课题 所有人都必须检讨失败的原因 阿莫扎西也提到 吉兰丹是马丸泛滥的冠军周术 而雪兰额是赌博案的冠军 至于宾城最多罪案和跑马机 但这不能怪罪这些周术 因为罪案是共同的责任 NTV7综合报道